我是浪哥 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什麼 大家也知道我買了一台福斯的T6.1露營車 現在也接近快兩年的時間 這段時間開了這個露營車的一些感受跟感想 我必須跟大家講 就是其實在以前我在搭帳篷的時候 我現在是沒搭帳篷是不是 我現在還是有搭帳篷 剛開始露營的時候 我完全不能理解說 為什麼要睡露營車 或者說為什麼要買露營車 其實有了露營車之後 我的露營生活當然有一些改變 就是我錄了這兩年的時間 就是它帶給我的方便性 真的是非常好的 露營業從出門的時候在下雨 去到營區的時候還在下雨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以前搭帳篷的時候搭還是不搭 那我如果開露營車 我不管 頂棚先升起來先睡個午覺再說 睡到雨停了之後 我們就悠哉的把側邊帳拉出來 然後看要搭什麼再來搭就OK了 那其實我應該這樣講 就是我有了露營車之後 那我其他東西是不是都放棄 露營車對我而言 它就等於是一個睡帳的概念 但是呢 大家該搭的天幕 或者是今天秋冬的時候 天氣很冷要搭客廳帳 這些我都還是會搭 桌子椅子 當然我還是會依照我的帳篷去做搭配 所以說其實你看我雖然換了露營車之後 可是我的裝備 其實每次出去的時候 後面那兩個空間 都還是塞得非常非常好 很多人可能醉了露營車之後 它的東西就越來越精簡 越來越精簡 然後很多東西都賣掉了 帳篷也都不留了 那也不會說因為你換了露營車 而去犧牲掉了你的這些樂趣 我今天開了這台露營車出來 我前面搭建了這一組 我天天就覺得非常的滿意 是我的一個新玩具 那我跟你講 這個是Alan哥他新代理的產品 它其實是一個箱子的概念 那這個箱子它的 我仔細看了一下 仔細玩了一下 它的箱子跟一般的箱子是不一樣的 因為它是自己這個品牌叫賣 這是日本品牌 然後它的箱子也是自己去開模的 然後依照它的需求去做一些開孔 或是一些掛件的設定 這個跟市面上的箱子是完全不一樣的 它是專屬它們品牌的箱子 可以看到它的這些掛件 就是它專門for這個箱子去開發出來的 像旁邊這個勾件 勾燈或是勾一些其他的東西 面紙套也可以 然後桌板 側掛板 前面的側掛板 還有一個延伸桌板 還有它的上面的蓋板 後面還有一個MOLI的戰術板 它裡面還有附了三個收納袋 最大的收納袋 然後全部放我的燈具在裡面 我覺得它的收納袋 我特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像我之前用的收納袋 它是一個長型的 以往的這些收納袋 有一個問題 隔層的隔片 其實不夠 有時候它像這種收納袋 可能給你兩片 可以隔的空間很少 我這邊後面全部放三八燈 這隔片給了很多片 一二三四 把這個空間再隔出兩隔出來 那一隔裡面 我就放4克的GOZERO 就非常的好放 然後這邊可以放充電線等等的 還有附了兩個小的袋子 那小的袋子一樣 裡面給了很多的隔板 就放在這個底部 剛剛好放滿 鐵板掛鉤 全部可以收到這個箱子裡面 你一箱就可以帶走了 它就可以當作是一個工作台 你今天要組東西在這邊組 這個檯面也是夠的 然後旁邊可以掛很多 你的一些小玩具 有前面這個側板 我覺得也非常棒 因為像我們在組東西吃東西 多了這個檯面 你的做事的方便性就會高非常多 品牌的這個主理人 他自己有在錄影 而且這些小巧思 他都有Follow到 就是符合我們錄影用的 這個情境跟需求啦 這個箱子呢 即將在折折木之路 大家有興趣的話 之後可以關注一下 就是我這兩年開下來 登山或是高山裡面 這路比較小條 其實開起來算油潤有餘 而且其實它的長度還不到5米 4米9多而已 然後寬度大概2米左右 其實跟很多的大型休旅 或者是一般的 中大型轎車 其實尺寸其實差不多 我當時候買這台車 我有一個想法就是 我希望他除了露營可以用 平常拿來代步也可以用 這樣用的話 CP值就會比較高 就是你使用他蠻高的 可是我實際這樣用下來 我會發現 他的車高太高了 車高是2米 很多的地下室商場 賣場 還有公司 他都下不去 我常常要去這些地方 就是很困擾 就是都到車停很遠 就是非常極度不方便 再來就是 他這台車只能坐4個人 對我來講也是造成困擾 就是我如果今天要跟我爸媽 或是家人出去吃飯 要一台車 基本上也很不太可能 馬上就需要開兩台車 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很多人問到我 那你到底注射冷氣裝了沒有 因為我本身的習慣是 以進露營區為主 那以進露營區為主 就是他通常都有供電 解決方案就是帶一台行動冷氣 放在座架的外面 他的桌子拿下來 機器放在上面 然後接一條管子進去 這樣的話一條管子進去 其實上下兩層都會涼 那現在我又發現了一個 更好用的方式 就是遇到下雨的時候 你機器還是要幫他撐雨傘或防水嶺 那我就把它放在一樓 車子打拼 那個走道 把機器放在那邊 我有裝沙門嘛 所以那個熱氣是往外排 然後裡面一樣接一條管子 上下兩層 都可以吹得到 而且都會涼 現在也有一個缺點 我今天出門 我到底要帶還是不要帶 畢竟還是佔了一個空間 所以有時候 你會去思考這個問題 我到底要不要帶行動冷氣 那往往是這樣 就是你今天不帶的時候 你到那邊就是很熱 像我上一次去 參加一個露營 你現在10月應該不會很熱 結果去到那邊 哇 真的朝門熱的 然後又沒風 因為駐車冷氣 現在裝 隨便裝個十幾萬 二十萬都有 到底會用它用幾次 以這個成本來講 我假如說一年去開個 算10次好了 那我這台車如果持有5年 我會開50次冷氣 一次要多少 3000嗎 所以你就去買一台特斯拉嘛 哈哈哈哈 不是不是 特斯拉是另外一件事啦 噢 燈心有裝 我已經費用了 好 那再來一點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床墊的部分 露營車像我們本身就有附床墊 很大一個困擾就是下層的床墊 收把是收到車後面 它又是柔軟的 變成是那個床墊 我很難去很好的收納它 所以這個問題其實也困擾我非常久 終於我找到了一家 提供了一個解決方案給我 那它的床墊是可以折疊的 好 跟大家示範一下就是 它這個床墊 為什麼可以解決我收納以來很久的困擾 就是你看它這個下層 它是兩片式的 它這樣一片 收起來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它還附一個收納袋 我們等一下收給大家看 材質它這邊是一個防滑的材質 放在你的這個床墊椅子上面 它不太會滑動 它三片式 所以你只要這樣子拿開 好 你看喔 這樣展開 然後這個是我之前買的這個床包 一樣沿用 這個床包可以用家裡的床包 這個是IKEA的床包 因為IKEA的床墊 跟一般的床墊尺寸不一樣 所以它剛好這個床包是120公分用的 那我們這個Ocean的下面是110 上面是120 一包裡面就兩個 然後剛好上鋪跟下鋪各有一個床包 套上去的話 它的這個觸感非常的舒服 那你加上這個床包 觸感就非常棒 給大家看一下裡面的材質 它這個是什麼POE的一個材質 這個材質日本有在訂做枕 也是用這種材質 它這個材料就是日本進口的 安全性非常高的 好像一萬多塊吧 日本訂做這一個枕頭就要5-6千塊 5-6千塊 真的假的 5-6千塊 睡起來是舒服 再來就是它可以收著 這個非常重要 它這個床就是標榜是全部的床都可以洗 就你今天假如說你小孩子尿尿或什麼的沾到 你可以整個拿去洗 包含裡面 它的這個孔洞比較大 通風感是非常好 是比較不會悶熱的 這很像米粉 但是它有很神奇 就是它的支撐度是非常夠的 比原廠的那個泡棉是豪非常多 那我們現在收給大家看 而且它很貼心的就是 它有附這個收納袋 兩個 那可以怎麼收呢 它這個收納袋還蠻Long的 你在收的時候非常好收 就把它放在我下層的這個位置 然後另外一個 我是連同床包 一起收進去 這個空間完全剛剛好 這一塊呢 我也是請它幫我做可以對摺 對摺起來 它是可以量身訂做 就是依照你的需求 或是你量身三片也可以 符合你的車型是量身訂做的 原廠它是扁的嘛 那你在堆疊東西的時候 平整度就比較差 我在收的時候 我可以把它靠在牆邊 就是可以獲得一個平整的一個檯面 那我今天在堆疊東西的時候 完全不會被床墊去鎖干涉 我這邊跟這邊 就非常夠我放我的錄影裝備 董事長也覺得 比之前服飾原廠的還要好睡很多 那我個人也是覺得 自身路比較好也是比較好睡 好那很多人會講說 你睡了車上就回不去了 這句話是真的 跟大自然的連結 會不會覺得少了一點 完全不會有這個概念 連結度還是跟搭帳篷其實一樣的概念 就是睡帳的形式有改變 睡覺的請聚系統 還有就是我的餐聚系統 主食的系統全部都放在車上 它裡面的櫥櫃對我來講 減少很多收納跟搬運的這些過程 可以減少我的負擔是非常多的 裡面的廚具還是沒用過啊 它的爐子我真的是從來沒用過 因為我講我是在露營區 我就在外面煮就好啦 在裡面煮就是會有味道 然後又有水蒸氣 真的不是那麼方便 那裡面的水系統 你是不是也很少在用 喔對你講到重點了 我上次居然要打開水龍頭要用的時候 終於沒水 我想說這開關到底在哪裡 回廠去保養的時候 技師跟我說 欸你那水龍頭馬達壞掉了 我說 你沒用過幾次不是嗎 怎麼就壞啊 對啊我真的沒用過幾次耶 基本上你可以想像 它就是一個大型的收納箱加帳篷 移動式的 這台車就解決你兩大系統的問題 一個是睡眠系統 一個是收納系統 現在買露營車真的是賺到 我這台車加州號 還價350 現在大概300萬就買得到了 而且現在手機要吊潮產 現在需求而且車子都賣不掉 大家要入手 我覺得現在是可以入手的 最後一個 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輪胎的部分 我這台車 如果有看我之前影片就知道 我牽車之後就去落地改輪胎跟鋁圈 我原本是18吋鋁圈 我把它降級成17吋 然後換了AT胎 那我換的是護立騎 Goodrich KO2 那是屬於中華胎 到現在這台車是4萬公里 我已經用了兩套的KO2 換胎這麼平凡 因為KO2就是花很嚴重 大概一套胎開1萬多公里 它的聲音就非常大 跳花的情況非常嚴重 第一套的時候就是 我沒有定期一次是5000公里去掉胎 你沒有定期去掉胎 所以會造成比較嚴重的跳花 好那我就再換了一套 這次我也去掉胎了 我大概6000還是8000 7000的時候去掉過一次胎 可是它一樣後來還是跳花 聲音也是有點大哄哄哄超吵的 後來呢我就聽車友推薦 車友推薦就換了庫柏的AT3這台輪胎 那它也是屬於中華胎全地形胎 這條胎比較安靜 然後比較不會跳花 比較不會那麼吵 這條胎我開到現在 確實心胎很安靜 所以我之後假如說我開一段時間 看它的狀況怎麼樣 我們再來跟大家分享 我是覺得大家如果要換中華胎的話 你想換KO2的話你要多三十一下 因為我個人的經驗是這樣 我不知道別人的經驗怎麼樣 是不是有一樣用KO2的這個朋友 都不會跳花的 然後你都開很吵 開到4萬5萬公里才換的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有沒有這樣的神人 或是有這樣的案例 今天的露營車分享就分享到這邊 我開了兩年的時間 那針對大家比較常問到的問題 今天都是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每個階段我覺得你都要去嘗試一下 那如果說你可以從搭上開始 然後慢慢的一步一步進階 然後去換露營車等等的之類 這樣你就慢慢體驗 你就是會體驗到 整個樣不同的樂趣跟它的過程 其實非常棒 那你不確定 你是不是適合露營車 你也可以去租租看 現在有很多的租租公司都有提供 圓山他們好像自己就有在租露營車了 我有遇到圓山租露營車 有跟我聊過這件事情 可以租去看看看 那看適不適合你 那你覺得適合的話不敢去下停 現在買車超便宜的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想問的 我沒有提到的 那都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討論 那我會盡量去回答大家的問題 露營車兩週年的使用經驗分享 就分享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好我們下期影片見囉 掰掰